好 高嘉瑜這顆用了十年的枕頭 今天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情聚業者一看呢 搖頭就說 這恐怕是完全沒有在清潔保養 就算套上了乾淨的枕頭套 裡頭依舊是藏污納垢 會越睡越不健康 而怎麼正確的使用枕頭呢 我們要告訴您 其實不同材質的枕頭 有不同的清潔的美感 像是乳膠枕和記憶枕是不能夠日曬的 還有呢 不管是什麼枕頭 兩 三到四年呢 最好就要定期的更換 還有呢 枕頭套 最好呢 每兩個星期一定要清洗一次 立委高嘉瑜臉書上PO出歸防罩 這顆嚴重泛黃枕頭 立刻成為焦點 濕氣很重 它裡面水分很多 所以大概花黃成這樣 情聚業者看到這顆枕頭 不禁驚呼 恐怕洗滌次數非常少 才會出現這種泛黃塵度 繼續躺下去的話 裡頭滿滿的細菌及塵蠻 只會讓自己越睡越不健康 而正確的清潔保養 到底該怎麼做呢 以市售常見的四種枕頭來說 羽絨 化鮮棉 乳膠 記憶枕 都不太建議下水洗 標籤上頭清楚載明請勿下水 除了破壞裡頭的材質 也容易在晾乾過程中 滋生更多細菌 最佳的保養清潔 還是得勤勞擦拭或使用 除蠻吸塵器 如果不得已必須下水 羽絨 乳膠跟記憶枕 切記不能曝曬太陽下 一顆枕頭的壽命業者也建議 三到四年就要更換 就算沒有變形泛黃 裡頭早已藏滿無形的細菌 除了內裡外頭的枕套也得兩周水洗一次 別讓每天休息就寢的時刻 反倒成了危害健康的隱憂